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纵世尘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 心子时间第十四集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较为轻松一点的东西 因为收到很多 有些feedback 我们这个节目有时太沉重 很serious 可不可以轻松一点做这个节目 那今天就即管 我今天就加插了一集 就算是当参考就算了 千万别职业 that's a serious 那再回一件事 有时有些马厨会请 kim会入马场 有时我买得不多 我是真的买过十元八块 那我记得 我有买过 我记得曾经有一只马仔 我挺喜欢的 其实我不看马经的 因为那天应该是柱类马 他应该是没试过跑赢 那他的名字 因为当时kim一听到的名字 叫文艺学家 那时他是柱类马 非常之懒 那我就买了一个十元 这个练赢 再加上一个位置Q 那就是total我用了二十元 那就赢了二千多元 那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是 少到疑情 那又是另一只马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上海大师 那因为kim是上海人 那看到上海大师的名字 又很重要 那又买了 那时也是 我每次都是买处理马 第一次一定是 就是我喜欢买一些懒马 那通常呢 就是如果是热的话 通常我就不会再买了 那一只又被我赢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放眼亮 那也是给我用 我买了一百元 那结果就赔了差不多一千元 那还有一只 只是买位置而已 还有加上独赢 我另外还有多一千元 就是total有两千元 那另外我又试过买那一只 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雷公作 因为它的名字 我觉得很有气势 那时候又是 赢了的 那另外呢 我又买了一只 是叫做 还有哪一只呢 还有一只 明目张胆 那这只呢 那次呢 其实akim也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那一天 其实akim呢 我买了这只马 不过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名字挺漂亮 明目张胆 就是挺勇 但是当时我那天是没有入马场 所以变了呢 到后来呢 就是当然没有收到钱 那原来发生什么事 我以为输了 原来呢 其实是堕了马 堕了马之余呢 你知道 其实堕了马周时都有的 但是堕了马之后呢 那天我记得是 冬冬 无减冬騎的 那他未出习 那时就已经是 即是出了习没多久 就堕了马了 幸好就没有 严重的手伤 然后就連累前面那几只马 都有一些问题 那你知道这些马呢 就粗惯了的 他知道呢 就算没有骑士 他都知道他要做些什么 就是冲冲冲 这样兜一圈 那好了 那没有了骑士 就自然轻 轻的 通常通常冲冲冲 冲冲 原来那天呢 那次明目张胆是冲了的 不过可惜没有骑士 所以就没有钱收 但是 没有退了 那好了 那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其实呢 因为有很多人就跟我说了 他说 有很多风水大思维 原学家呢 就可以利用一些风水原学 去猜那些马仔 哪一只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要用原学去计马呢 这个难度是更难过去玩大小的 因为大小的机会率呢 还会高一点的 你可以选自己有运 或者是你跟着一些有运的人去玩 又撞到那张桌 或者可观会什么 就是你还可以 譬如把家乐桌 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选一些赌场 那个赌场的风水呢 他那个格局呢 是个赌场 即是个赌场的主人翁呢 他是弃些什么 他用些什么 他摆什么局 而那些局也是你自己的 那么容易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 那好了 那今天呢 就想说一样东西了 以下的东西呢 就是当参考娱乐就算了 千万不要沉迷到爆 那呢 今天想说一样东西 因为大家要知道一样东西 凡是 我知道有很多人呢 就是颠到呢 就是说连彩衣 都要计算了 计算了那天的日子 计算了时辰 那天是晚上 还是早上呢 晚上呢 是哪个地区呢 究竟是沙场呢 还是快会局呢 那好了 那这些都是提外话 那很多时候还会 甚至乎有些还要买骑士的 还要看一只马的 有些要跟马房的 有些呢 就喜欢算一下 连马斯谷牌旺不旺 或者骑士 那个马房那几排 旺不旺 看看没有手影 那些东西的 OK 那又看看里面 那但是始终呢 就是 就是 赛马呢 始终都是有一些 人为的因素 在里面的 例如说 当天那个 那个 骑士疲病了 不可以出席 或者那只马 有些什么不适 不能够出赛 或者中间有些什么 突然间有些什么 转换的 所以更改的 那这些都是意料不到的 那也都会有 甚至还会有 堕马的情况出现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以下这些 就大家当是 一个娱乐 好像十二生肖 那当娱乐就算了 那儘管就今天 和大家谈谈 既然那么多人 那么有兴趣 那首先呢 我们先说说 雷神先 莫来拉 莫来拉就是巴西 出生于巴西 1983年 就是9月26日 那她呢 就是这个 一个贵害年 新有月 和丁至日 那所以呢 其实她那个 她是丁火人 但是她的金水 亦都是 金水火 都是 她属于这个 如果算命底来说 她属于强的 那她也挺百搭的 一位骑士 那好了 那第二位我要说的 就是这个潘顿 那潘顿 就是大家知道 他也拿了 那他去澳洲 那就是这个 1983年 1月3日的 那她那个 八字呢 就是这个 任殊年 任子月 深某日的 那她是水王的 OK 那好了 之后就有个 炒饭歌 那虽然炒饭歌 也就是 我所知 就已经离开了 I mean 不是离开了 是不再在香港 继续这样跑 出赛 那就是 那她呢 就是澳洲的騎士 1974年的 12月8日的 那就是这个 甲人年 炳子 月 和 季美日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要是看去年 去年是这个 它是金水木 都有的 那它也属于强底 要用普通的强弱名 这些是基本功 来的 但是正式真的 我们算到八字 就不会是这样 因为我们连个时也没有 其实基本上 除非你逐个逐个鼓 推个时辰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你同年同月同日 同年同月同日生 其实很多人赢 那只是纯粹排出一个 就是一个盘出来的 那好了 那她就 由于她本身是贵水 那她有 虽然她有个月灵 是纸 在一个月 是纸里面 即是水 水香 但是呢 去年是因为 今年是因为 这个母书年 母书年 母桂一合就合成火 那她就变了 就比较弱了 那所以就会有些 得与其来的事故发生 那这样 那就可能 由于这个原因 那她就要 就是 掉来了 那OK 那好了 那就 之后的 就是十三少 下年届 真的好厉害 年续十三年 都可以拿到 就是一个 好的成绩 那韦达呢 就看到她了 她的名格 她是南非 那她是1971年 嗯 11月15日的 那她呢 辛亥年 紀亥月 甲晨日 那你可以看到她 她的水是好 好多 还有金水 土 甲几合几 金 土 金 土 土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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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有心水 都有的 那全部加上 所以就是 她的运势 都挺好的 不過呢 因為她的大运 我們排大运 那時候 她的大运 其實大运已過 即她的最高峰 那段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 Noranda就是 始終叫十三少 那好了 我們講到下一位 就是 還有再說 十三少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她本身是強 所以 變了 她是 有些傳出 她都會 退居幕後 去做一個 助手 在一個馬房裏面 那好了 那之後 那位就是 葛林 這位就是愛爾蘭的騎師 是1978年出生 就是這個 7月6日 那她呢 就是這個 毛五 毛五年 毛五月 還有這個 幾至 月日 土火非常之強 是一位 那 所以很多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 我特別印象深 有一次就是 當時 有一段時間 長時間 都是阿莫 阿雷神 一直這樣 Win了很多 這個 騎師王 有一段時間 是差不多 真的 我記得一天裡面 是試過Win過差不多 她是 六 通常 譬如 跑馬地晚上 八場 那樣 她試過 最巔峰的 我見過 有六長馬 都有她 我當然有位置 Win也有 後來 我記得有一天 就跟葛林 真的欠過馬位 那天 我就買了 騎師王 我還記得 當時 大家同婚 不過欠過馬 好了 之後就講到 這個 奇普敦 在這個 1994年 就是 1月22日出生 那她 她的八字 就是 季友年 月丑月 然後 冒生日 是 土金水木 也是會有的 我們再看一看 之後 這位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 這位 田泰安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她 那 KIM挺喜歡 就是對她的粉絲 OK 那田泰安 就是這個 出生於這個 毛利球師 就是這個 1990年 6月3日 那她的八字 應該是金五年 新至 月的 然後 就是幾何日的 那 時辰你不知道的 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她現在應該走運 就是這個 甲心 那變了 你看到甲幾何幾 然後這個 新同學又充 那再看她的 她的火土是非常之強的 那 在這個 2011年 其實她已經 有一個轉變 那 去到2019年 也有一個改變的 那她這種 命格 就可以 就是要看完 那個時辰才知道 因為她這個就是比較特別 那 好了 之後 那位 還有 據問就是 阿田泰安 很喜歡她每天去 車工廟那裏 好 那 下一位 就是 柏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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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澳洲 1977年 77年 9月23日 那 她的年 就是這個 冰字 月 就是這個 幾有 日子 就是這個 季尾 所以 她是這個 有少少是 金火膠戰 所以較為弱一點 是 那好了 再講到另一位 本地騎師 那這位 梁家俊 那梁家俊 就是這個 1988年 7月30日的 那她那個八字 就是這個 冒神年 紀未月 和這個 丙率日 所以她的土荷 是比較強勢 少少的 那 所以你也看到她 譬如說 她都算是 真的都 拿得很多 Win的了 那好了 那就是 吳家俊 吳家俊 也是香港的 1989年 10月17日 那她就是這個 紀志年 甲率 月 更率日 那 如果是講 强若銘 即是基本功 她也是很強的 那就是這個 在這個 甘土 比較強少少 那也是一個變動中的 那好了 下一位呢 就是這個 李保利 李保利 就是意大利歧斯 那這個 在1988年8月31日的 那她是這個 這個 冒神年 這個 金生月 和這個 冒五日的 那是 都算是強的 那她呢 就是 這個是 這個 金土 比較重 的 那之後呢 那大家不要誤會我說的 强若 這個强若呢 就是 還要看大雲先的 只不過 基本 一些圓局 那有一些呢 可能就 阿Kim就有興趣一點 就連同她看大雲行 那邊住運 那有些就 我可能就是因為 劇師比較多 所以就做的東西 就做不了太多了 那OK 那那位呢 就是史卓峰了 史卓峰是南非的 1994年 2月16日出生的 那她呢 就是這個 甲蕃日 甲蕃年 甲蕃年 就是這個 丙人月 然後就是這個 貴幼日的 那她是這個 她呢 就比較 火土比較重 那些 但是呢 因為她貴 所以貴水 她本身是水人 但是由於 是冒蕃 就是譬如今年的 冒蕃 就變了 火土會強很多 那她自己也有一個 改變的 那就 好了 之後就是一位 蔣家琦 就是其中一位 呂騎師 我知道她已經是退役了 那現在還要從事很多公益事務 那她呢 就在香港的騎師 那就是1992年12月10日 那她的甘水是比較旺的 那她也算強的 那是這個 印心年 印子月 和這個 印… 甘生日 OK 那下一位呢 就是這位 道理來 那道理來 那道理來呢 就是法國的 就是1972年 那就是4月19日的 那是印子年 那就是這個甘生 甘生月 那然後就是這個 紀美 紀茅 是紀茅日的 那呢 所以變了她 那個水 是較為重一點的 她本身是土人來的 那她現在就有一個… 那她加上她的運 那你可以看到是… 譬如這個… 其實… 她的財也挺多的 可以這樣說 那… 那… 之後呢 就… 另一位就是… 這個… 學測妖 學測妖是… 香港的 1990年 就5月25日 那她呢 那個… 那個… 就應該是更五年 新自月 跟人日的 那她就… 你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 是… 因為她的水就比較少 除非合出來 譬如說是這個… 譬如說是2016年 就會有些水 那她的水就不夠了 那另外呢 金火呢 就也是有金火膠戰的 那… 所以就變了有時候 即是… 就是… 呃… 突然間 突然有些飘忽 下一位就是蔡明萧 蔡明萧是香港的 我知道她应该在外国长大的 但很多人都在外国长大的 她的名字叫李文豪 她的出生是1990年7月12日 她是跟五年、季未月和暮淫日 到2019年就会慢慢转回黄 但她始终有一个火盒金 你看到很多我们刚才所说的烧去年份 都是一些桃花年 又或者是一些火大为重的东西 例如五 很多都是五的 她是马年出生的 下一位就是杨明萧 杨明萧也是香港的 1988年4月10日 她是慕神年丙神月 是月未日 木托府也有 也叫做不过不失 应该要说的 好了 另一位 有阿Kim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冬冬 冬冬 记得她之前是这个建策騎士 有很多黑暗的东西 但也令到 有很多 令到阿Kim挺起出望来的 很多冷满的马 她都跑到冬冬了出来 好了 她是1993年10月22日出生的 就是这个季友年 任衰月和秉子日 她是水旺 雖然她是丙火 她是火 她是水旺 而且就是说 甘明萧本身 比较弱了少少 不过 在2018年 她应该有 挺大的改变 好了 那位就是黎海榮 黎海榮 黎海榮 隔五中又会冬冬 也是本地的剧 1983年10月29日 她是季海年 任衰月和庚仁日 她是限金水 比较多 好了 那位就是黄浩南 黄浩南 我记得 《鸾交锁杯》那天 她也突然贏了 1993年10月22日 她是季友年 任衰月 丙子日 她是行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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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 雖然她是丙火 然后 现在的运运 就比较弱了少少 不过 2018年 之後 就会有些改变 之后 我们再看另外一些 再看一位 蘇迪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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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987年 出生的 2月11日 在香港 蘇迪虹是行木运 她本身是金人 是心金人 是金人 是阴金 丁卯连 任人 穴 然后 心卯日日 是心金 她的桃花也挺重的 有金木交战 你可以看到 金比较弱 但她的木很强 而且她也走一门 好了 之后就是巴道 巴道由于1991年 我在法国的騎士 我在网上 找不到月份和日子 只能找到年份 就是1991年的 是新美年的 所以 如果今年是冒蜀 冒蜀 今年她应该会有些变化 大家会留意到 下一位 就是火车潘 潘明辉 是1993年 11月9日 在香港的騎士 她是贵害年 贵害月 以及 辛丑日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她是在 金水比较旺 由于今年是冒蜀 冒蜀年 所以她也有很大的改变 下一位就是 苏绍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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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绍徽也是 阿KIM挺喜欢一个位置 因为我曾经买过 星光大师 因为我立刻想起 星云法师 我记得星光大师 是配苏绍徽 当时很冷的一场 我是喜欢买一些冷的 他跑完第一场 赢了之后 第二场 同一个组合 我不会再买的 我记得当时 也陪到 陪到 例如 阿KIM是买 10-20的 那些 鸡仔煮 应该这么说 通常 赢了回来 最起码 一千 至两千 就是靠这些 就是 我喜欢这样 买了两场 只在开心 不要吃吃饭 他就是1980年12月31日 在巴西 是更新年 是墓子月 再加上是墓仁日 他的八字都是一般 金土木都有 他在行水土运 如果行水土运 也有财运 好 之后那位 就是 一位很出色的 骑士 这个是宋娜 宋娜 意大利 1985年1月13日 他就交位强 八字 他是甲子年 丁丑月 是任子日 水很厉害 丁有核木 然后这里有化与不化 就在那里 除了看月令 还要看市处 看整个组合 这里就很难回答你了 但是知道一件事 他的水是很旺的 如果水旺的话 其实就是 他是很多 就是 佐藤有很多工作 应该有很多 很多人找他 他也算强 强名 他现在正在行金水雲 这位 之后那位 大家也很熟悉 很多人很喜欢 就是 贝汤尾 贝汤尾是澳洲的 1991年1月21日出生的 他就是金五年 就是 紀丑月 然后就是 心卯日 回应回来 就是我刚才KIM所说的 很多都是金五 很多都是金五 是五 马年出生的 他的八字也叫强 因为他余龄是金库 另外他金是王 我预计 2019年 他应该是挺好的 除了人为因素之外 当然 因为你会想起 你讲起司之后 你还要配合马 还要讲起司 很多人为的因素 他正在行水运 之后那位就是王俊 一位建杂骑士 1993年的9月7日 季有年 金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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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更黄 是很暗的,所以桃花也很暗的 另外,講到最後這位,因為講不得那麼多 因為有些不再在香港拆騎,有些有嚇串,不能夠盡辱 加上所有我剛才所講的都是拍明不分先後 再加上最後這位,就是這個賴偉明 1973年12月12日,貴丑年甲子月任五日 他是水人,坐火,但是月亮是水,也是一個水鄉 所以幾開,夏年水又會強一點 雖然有些肚也好 以上就是因為比較多,所以大家只剩一個參考就算了 因為大家知道以上只是騎士個人的五行分佈 大概大家都應該知道,如果大家有研究開的,都會知道他們的白紙 相信今天就先分享這麼多 其實星星師傅很少做這些節目 所以這集純粹是宣眾要求,說一些關於這些事情 我想下一集,我們會有更多關於人生的哲學 以及一些很吸引的事情 大家不要太過在意剛才所說的 因為那些只是做一些參考 是這樣的 什麼人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將這部影片再重新 就可以聽到之前各位心儀的騎士 練馬詩我有沒有做 例如有很多諾富船 或者有很多我正在走運動 不要去做 這集就先說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拜拜